为了追思旅居洛杉矶的国宝级台湾作曲家萧泰然 南加州台美人特别举办这一场告别礼拜 演唱萧泰然的音乐创作来纪念她 驻洛杉矶台北经文处处长夏季昌也出席 并且颁发马总统包扬令 表彰萧泰然一生对台湾音乐创作与教育工作的无私奉献 本人仅代表驻华民国政府 以及马英九总统颁发萧泰然教授包扬令 感谢她一生对台湾的付出 代表中华民国政府颁发总统包扬令 给萧泰然夫人消高仁慈 处长夏季昌特别有心 不只与台湾书院主任季东阳两人全程参与追思会 夏季昌还不忘护着夫人小心翼翼走下阶梯 希望把政府的感谢确确实实的传到家属心坎里 在萧先生不幸过世之后 文化部就发动了包扬令的 这一个颁证的作业 那也提请总统来颁证 这个包扬令在今天 那文化部在4月5号的台北 晚上7点半也会在国家音乐中心 举拜萧泰然先生的纪念音乐会 来表彰她在我们台湾史上 对我们台湾音乐的贡献 不知颁奖表扬 今年活动还透过联合圣歌队 半音合唱团等组织 现唱多首萧泰然大师生前创作的歌曲与证魂曲 不论是愿我能越爱你 美丽的国度 到阿爸的笔 每一首都优美动听 而延续大师爱台湾的心 家属也期盼能感动更多华人 一起传承这个优美的乐章 虽然萧泰然大师走了 不过透过他过去 一幕幕欢乐时光的纪念照片 以及他为许多年轻后辈 所留下的美妙音符 这份对于台湾乡土的思念 却转换成另外一种方式 将存在所有台美人心中 久久不会消失 多云新闻用之应用文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